來到農曆九月,伴隨著初一在天平座二十四度發生的新月 不知道對各位運勢上會有什麼整體的影響呢? 不過先在這裡做一個general的提示 十月底Halloween那一天的氣場 宇宙的池場的升級非常差 很危險和容易出意外 希望大家乖乖留在家裡,不要外出玩 尤其是巨蟹座的朋友 同時在這裡做個宣布 如果有追開我升運的朋友 追了很久的朋友都會知道 其實很久以前是曾經有些計分制 是為了鼓勵大家給多一點熱烈的反應 現在開始會重新用回這個系統 就是看每一期升運大家給的一些留言,like,share 哪個反應是最熱烈的呢? 下期就會先出現 詳情麻煩看每一個升運的文字 下期就會教訓大家是怎樣去計分的 這個計分體反應呢 是的,計分體反應 在今期尤其重要的 為什麼呢? 因為有機會在農曆十月那一期升運 我就會暫停一下 但是今期最高分 即是反應最高分的三個星座 那我在農曆十月都是會破一破例出 最高分的星座運勢 而我自己都有一些私心 我是非常之希望巨蟹座和摩蝦座 香港人也叫山羊座 起碼這兩個星座會勝出 因為這兩個星座去到農曆十月的運勢 簡直是板板聲 所以我很希望跟大家去報家音 去分享一些喜訊 究竟這兩個星座是怎樣這麼厲害呢? 這個時候就肯請大家不要在這裡生怒我 怨我 為什麼要取消農曆十月的星運呢? 因為有一些更大的甜頭在等著大家 就是塔尖暖南 繼上一輪的免費二占之後 現在就是再預歸來 強勢回歸 在這個動盪的時勢 再為大家做一些免費的占卜算命 去看前程 所以為了減散的工作量 就不得不取消一期的星運 有關這個免費二占的詳情 會陸續有來 就肯請大家密切留意了 上升或者太陽相遇座的朋友 我第一個給你們的建議 或者是幾個講話 其實就是和射手座差不多 真的很巧妙 為什麼會這麼巧都有這樣的運勢呢? 可能畢竟你們的古典主星 我其實都是由木星去掌管的 那所以 為什麼你們都會有些命運共同體的意味 不過呢 你們的這個機會 在農曆九月得到的這個機會 就會少些 和錢銀有關的 是的 與其說是機會 我不如說 你們終於是有些解決方案 有些方法是得到 而去解決你們一些比較長久的問題 但是當這些方案是得到手之後 其實你們是需要經過很多的 又是跟射手座差不多 經過一些很強烈的內心的掙扎 是的 尤其是因為相遇座的朋友 你們是水性星座 為什麼呢? 會有很多很強烈的情緒 在心裏面 是有很糾結的拔賀在 是的 甚至可能這些方案 給了你們去解決一些問題 但是這個途中 你們都是會受一下委屈的 OK 所以在對抗這個內心按摩的同時 其實都是頗需要勇氣的 那我就勸你們 需要高調一點 勇敢一點 需要去站立 去起來 去 fight for 你們應得的事情 OK 還有呢 亦都需要去stand out 是的 要做得出色給別人 是的 即使有時扔掉這些方案 是的 不要怕委屈 OK 要做到一個最好自己的一面 是的 這個農曆九月 做運動是對你們非常之好 因為在做運動的同時 可能我不知道 是不是那些叫做 釋放了一些壓力 跟著分泌了什麼 那些快樂賀爾蒙 同時又可以增加那些高院同素 那些朋友 我不是很熟悉醫學的 OK 但是總之呢 可以是幫你們鼓起你們的勇氣 是的 還有說真的 你們這個農曆九月 都會比較容易是有病 是的 那哪方面的病呢 一些跟神經系統有關的病 跟我們循環系統 例如血液循環 是的 還有你們雙腳 都會容易有一些小小的毛病 所以做運動呢 是可以幫助去調適這些方面的東西 是的 還有如果身體有病的時候 就千萬記住 塔前亂林再次 就並不建議你們用傳統的方法去醫療 例如 真的用回中草藥 是的 我 I have nothing against中醫這個學問 是的 我都很喜歡的 但是總之 somehow在這個農曆九月 用回一些傳統的醫術 就並不太過建議 是的 反而可能用一些比較新式的療法 那些奇奇怪怪的食療 反而可能會比較適合你們 另外 今個農曆九月 都會有一些錢錢上的煩惱 是的 記住 跟朋友千萬不要有錢錢的瓜葛來往 是的 因為可能有時候有些有事沒有還 OK 遲早會雙感情的 那如果真的 有人問你借錢的時候 那我建議你們今天就turn down他們 那就早點雙感情 OK 是的 因為殊途同歸 反正都是雙感情 那你為什麼還要虧了錢 而去雙感情呢 是不是 那還有 如果你們是 在一些團體裡面 那有時候有些活動會有一些數 OK 那就記住AA制 還有不要拖別人的數 即日還即日清 OK 最後 就是如果你們想動用一些比較大的錢 去搞一些自己人生的計劃 例如去買樓 租樓這些東西 搬屋 OK 那就記住要延遲 過了這個農曆九月 是的 尤其是過了11月13日 當火星是開始順行的時候 是的 因為任何需要動用大錢去搞的計劃 都是會遭到一些波折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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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